好了,我們來到第四段Log的影片 這段影片會講應用程式 第十一把開始講過兩把 Log的應用,我們只會講兩樣東西 第一部份就是我們所謂的 Sound Level 所謂平時的音量分配 第二部份就是講地震 尼克特制 兩個Log其實跟Log有關係 為什麼會用Log呢? 第一件事就是 來講聲音那部份 我們說用聲音的大小 就是用intensity去看 但原來intensity之間那個 大小是差很遠的 你會看到這部份 列了一堆的聲音 一堆的聲音 你會發現intensity level 是十的負一次方 到十的負十二次方 你說一個次方已經是十 其實想想從一個 這裡是Fairer Soul of Hearing 我有寫的下面 Fairer Soul of Hearing 就是所謂的聲音的門檻 即是說如果你的聲音 那個intensity 是小一點的數字 我們是聽不到的 那大個才能聽到的 所以這個叫門檻 第一層 of hearing 那問題就是 你會看到每一層 每一層 其實我們全部 都是乘了十 都是乘了十 那如果你用這個東西 去量度intensity level 就很誇張了 現在說的是 由一個 來我就當90分貝 那才算 90分貝 的時候 和你Fairer Soul of Hearing 其實已經相差了十的九次方 其實已經是很誇張的數字 很難去告訴別人 聲音大小 所以lock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lock的好處 就是 就是 我們會把 次方 拉下來 所以經過分貝的時候 計分貝的時候 如果用lock的話 就可以把他們之間的差距 由次方 縮小 這個就是我們說 無論是 音量分貝 或者是 地震的部分 都是同一個原理 就是intensity level 本身相差太遠 我們相差太遠 所以我們用lock的方法 就把intensity level 之間的比較 拉近一點的數字 容易一點可以看到 如果不是 每次都相差十的九次方 十次方 那數字很誇張 那我們說 如何量度分貝呢 我們說是decibel d,e,c,i,b,e,l 我們說 這條性不需要分貝 那是sublocki除I0 I0就是所謂的 vresal of hearing vresal of hearing 其實你會看到的重點就是 好了 intensity 是十的負七次方 那intensity level 那就是 十的負七次方 十的負十二次方 那記住這個數字 是不需要倍的 那我們的譚會比一來的 那這條性也不需要倍 會比一來的 那重點就是 那現在你看到這個case 就是 等於 我轉為黑色 這個case 就等於 十 六 那負七次方 減負四次方 即是十的五次方 那就是呢 就五 成 十 那所謂的就是五十分貝 哦,原來這個case 就是所謂的五十分貝 那大家看到的重點就是 其實如果你純粹比較 一個是十的負七次方 一個是十的負十二次方 其實相差已經是十的五次方 那就是一零零零零零零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 就很難去比較 但是經過純粹 就將這個數字 由原本的十萬倍 就變成五十分貝 那就是一個比較容易 去看到那個關係 就是這個意思 那 後面我就不特別說了 那直接說下一個例子 下一個例子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那麗一特制 那麗一特制 地震的大小 就是那個 亦都是同樣地 我們是用一個純去做 那用純的原因 都是同樣 因爲純粹的 因爲純粹 差太遠是用刺膀去看的話 那所以用純粹的話 把刺膀拉下來 這個數字 整細它 整細它 那就容易比較 那我們有條式的 就是2 over 3 純粹二架旗 那也是啦 這條式是不需要背 我們讓你做這首 自然會 會 要你做這首 自然會給你 那我們說 好了 有兩個地方 那就 一個得到6.8級的地震 一個得到7.5級的地震 那我問你的Energy Level 其實是 7.5級的大幾多 那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想理解些什麼 就是 Ctb 的Energy Level 除了Ctb 的Energy Level 那我們其實做了什麼呢 我們就寫了公式 那 CtbA來說 就是 6.8等於 2 over 3 就Lock 2 A 那我EA的意思就是 Energy Level of Ctb 然後呢 7.5 就等於 2 over 3 Lock Eb 加K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想去計算 Eb over 2 很明顯地 K 我們就是不想要的 那K 我們是不想要的 那我們怎麼處理 那K 不想要的話 我們就用一個 一式二式 Form2程度 用雙減 就可以把K 弄走 因為K 我們沒有給你 那雙減的時候 我們2 減1 那我就會出現了 就是 0.7 就等於 2 over 3 Lock Eb 減2 E over 3 Lock Ea 那K 那K 會約了 0.7 就等於 2 over 3 Lock Eb 除Ea 那最後 它是解決 那這個 最後 把2 over 3 扔過去 Lock 變回10 所以你會計算 Eb over Ea 就是 10 的 1.05 次方 大約是 11倍 是的 那你會看到 其實地震 相差 0.7 但Energy 應該是十幾倍 所以你會想像到 例如我們可能 2點幾級地震 和8點幾級地震 那個 次方又是會差很遠 所以如果它比較 就比較難去 別人去理解 發生什麼事 所以用Lock 就將其次方拉進來 就會比較容易 去討論 Energy 即是它 有一個好一點的 測量 去看到幾點 為之幾個地震 幾個地震 就不會有太誇張的差距 那這個就是 我們用Lock 去處理的原因 那這部分很簡單 先講到這裡